故事突然是生活,生活完毕,故事更残酷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 金锦大佛恐怖漫画 三怪台,喜二 首先感谢各位私信许大的小伙伴 正是因为你们这部作品才得以继续下去 由于是通过某网站购得的原版漫画 为了避免被人嚼舌根 我会把这个系列更新完毕 在更新完毕后的两天 视频所得收益将会通过动态抽奖的方式发放 这下,看你们怎么说我瞎烂饭啊 但我是一个爱书自能 不忍心将新书撕毁 各位就将就一下吧 故事依旧是发生在微微高山之中 十字三月初 秦,正是追到登山行 参加本事活动的人员 闲闲后共计八位 作为领头羊的小璇 则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子 使能男生女相看上去焦落 但精力十分充沛 其身后的队友都喘着粗细 让他走慢点 小璇之所以走这么坏 原因是下个月就会有一批心境干员 不甚至自断时间好好历练 到时候输了才丢人 唉,你自己注意体力的保存 可当这名队友说到体力的时候 小璇的眼神就暗然 那一天是自己第一次爬这座山 自己要是有更多利息的话 社长就不会在暴风雪中遇害的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 本地大学的三月社 来到这里训练五名社员 那个时候作为新手的小璇 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身疏 作为新社员的他 力量上面自然属于下风 只能咬紧牙关拼命跟在队伍后面 可这里的天气 那是说变就变 暴风雪毫无征兆的袭来 好在相互扶持鼓励 一众人才走到避难屋中 可到了屋里的人才发现 这身后的社长和小璇没有跟上 花了神的三人显得不知所措 那门口叮嘆声再次响起 社长带个非常疲惫的状态 听完三人汇报后 便做了个决定 十分钟前自己还是看到小璇的 按理来说不会走太远 副社长你就留守在此 我独自也能嫌恤 但我成熟稳重的男人 就只在门口喘了喘 随后又投身于那矮白雪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门口再次响起叮嘆声 进门的这位是小璇 对 对不起 我走到一半路 发现我走错路了 诶 你身后的社长哪里去了 啊 社长怎么了 副社长听到小璇这样的反应 立马开门冲出去 可是强烈的暴风雪 让他顺步难行 加上天色已晚 这样出去无疑是在自杀 副社长也已料到会发生什么事 沉默不语的关上了门 这就是这间小屋里 一年前发生的事 后来的后来 警察和搜救队都闲来寻找 但时至今日 是尸体都没找到 也就是这个月 所有搜救工作全部暂停 停止搜救 副社长收到这里 便不禁有些伤感起来 唉 不管怎么说 今晚好生休息 做好明天宫典准备 话赶话的功夫 一众人就收拾垃圾准备睡觉 但这屋外 好似洗了暴风雪 诶 不可能啊 自己都已经做好外旋之策 不可能会遇到暴风雪的 当副社长打开门时 那一阵大雪扑面而来 吓得副社长赶紧关上了门 细向台明明说不会有异常的 自己还研究了天系图 这说不通的 可屋外的暴风雪不管这么多 疯狂地楼吝着小小的避难屋 喂 小玄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这一幕的发声 好事将他们拉到一年前 一众人就又开始聊些往事 虽然有话题可聊 但情绪都不高 诶 小玄 那个是脚步声吗 社员们听到这都不禁打起抖来 山上一文听得多 指不定就和这故事里的人物一样 但这门外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 可那个人就是没有敲门 他就一直围着屋子转 这外面的人搞的是什么啊 屋外那沙沙的脚步声 弄得屋内人是非常惊恐 该不会真的是社长回来了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外面喊了起来 喂 小玄 他在吗 这熟悉的声音让小玄猛地站起来 眼泪哗啦啦地往外流 大喊道 我没事 谢谢您市长 在听完这番话之后 这脚步声是愈发的微弱 登山社全体人员在这时都意识到什么 全都站起来往门口深深鞠躬 这说来也怪 前年大规模搜索都找不到的尸体 却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找到 社长他的身体上上下下没有任何损伤 而他的面容则是十分的祥和 就好像是有重要大事放下羊的那种安详 故事结束 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看着居然有点哽咽起来 故事里的社长真的太有责任心了 搜救队之所以找不到他的尸体 可能就是他在死后 还在雪山中不断寻找小泉 得知队友平安无事 自己也得以休息 那么各位记得长按点赞按钮支持一下我 在系列篇幅结束后 我会将视频收益进行动态收奖进行发放 点赞越多 讲评越多